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布什街,WWW World。事情大概是这样,近日,ESPN,评选了新赛季的百大球员,目前,这份榜单,已经公布11-100名,具体的名单如图,这份榜单,有许多球员的位置,都值得注意,比如,排在第32的威金斯。 在威金斯前面,是米德尔顿,西亚卡姆,英格拉姆,拉文,德罗赞,这些全明星球员,在威金斯后面,欧文,范佛里克,西安,三球,德章泰穆雷,加兰,也都入选过全明星,司马特,是东部冠军控位,以及上赛季DPOY,凯宁安,莫布里,是联盟未来,ESPN,将威金斯,放在这个位置,可以说是,将他视作下赛季的全明星候选。 当然,我们都知道,威金斯上赛季,就已经入选了全明星,而且,还是首发,但不同的地方在于,上赛季,威金斯更多是靠人气,韩国歌手BanBan带来的票数,新赛季的他,从实力上,已经被ESPN,认可成了一个全明星级别的球员,以及,再看看威金斯的另外两个队友,克莱汤普森,排在第37位,追梦格林,排在第43位,在ESPN眼里,威金斯,似乎已经成为了勇士队内,第二好的球星了。 且不说,这个排名的合理性如何,至少威金斯,已经被认可了,作为对比,过去三年休赛期,威金斯,在ESPN百大球员评选里的排名分别是,2019年休赛期。